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公式 sigma k从1到n的k平方 等于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 一直加到n的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公式 是6分之n乘以n加1乘以括号2n加1 那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到以下的数学思考 我们可以借由一个三角形 第一层是数字1 第二层有两个2 第三层有三个3 那我们的第一层的1 也就是1的平方 第二层的两个2的总和 也就是2的平方 第三层的三个3的总和 也就是9 也就是3的平方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 逆时针旋转了120度 所以得到了第二个三角形 同样的 再旋转120度 可以得到第三个三角形 那么将这三个三角形 相同的位置 把它们加起来 也就是第一层得到了1加3加3 第二层的第一个位置 是2加2加3 第二层的第二个位置 是2加3加2 而第三层也利用同样的方式 将它的相对应的位置 把它加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 很特别哦 这个三角形里面 它的每一个位置的总和都是7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层也就是一个7 第二层有两个7 第三层是三个7 利用这个方法 我们来推看看 那如果三角形里面 是1234的情形 也就是我们来看看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4的平方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到 利用刚刚的数学思考 第一个三角形中 我们可以第一层是一个1 第二层是两个2 第三层是三个3 第四层是四个4 那么相同的方式 逆时针旋转120度 得到第二个三角形 在逆时针旋转120度 得到了第三个三角形 可以发现 它一样 每一个相对应的位置 它的总和 都是9 都是9 第一个位置 1加4加4得到9 同样的 3加4加2也是9 还有4加1加4也是9 我们就可以知道 每一个相同的位置 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我们就得到了 3倍的括号 1的平方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4的平方 可以表示成 括号 1加2加3加4 倍的9 那也就可以写成 等于 2分之4 乘以括号4加1 再乘以括号 2乘以4加1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想法 来推到 如果是有N层的三角形呢 那我们可以利用 以下的一个动画 让同学更了解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利用刚刚的动画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有三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可以写为 3乘以Sigma k从1到N的k平方 它会等于 3乘以括号 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一直加到N的平方 也就得到了 2分之N乘以括号 N加1 再乘以括号 2N加1 所以可以 借由刚刚的动画 我们知道 是因为三角形中 每一个位置的总和 都是2N加1 而这样的2N加1 有2分之N乘以括号 N加1个 因此我们就得到 Sigma k从1到N的k平方 它等于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一直加到N的平方 可以有公式 6分之N乘以括号 N加1 乘以括号 2N加1 来表示 那么同学要熟记 这个公式哦 接着 我们又有 另一个动画 可以提供给同学们 思考一下 首先 同学可以观察 画面中 有3堆 是由正方体 组成的 积木 那么可以观察出 第一层 都是一个 正方体 而第二层 有4个正方体 那么 第三层 是9个正方体 如果 依此类推的话 到第N层 就会有 N平方个正方体 那这样的 3个积木 我们如果将它们 组合起来后 同学可以看到 画面中 它会形成了 一个长方体 而这个长方体的 长 宽 高 分别会是 N N加1 还有 N加2分之1 那么这样的 三个 积木 总和 形成的体积 就会变成是 N 乘以 括号N加1 乘以 括号N加2分之1 那么 所以 每一个 积木 它就会是 这个长方体 的体积 再除以3 所以 所以 每一堆的积木 它的体积 就得到了是 6分之N 乘以 括号N加1 再乘以 括号2 N加1 这样子 也可以 让我们得到 Sigma K平方的公式 经由两个动画 同学们 有没有 更了解 这个公式的 推导了呢 接着 来看到 第四个公式 Sigma K从1到N 的K的三次方 展开来 等于 1的三次方 加2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 N的三次方 它会等于 什么呢 也就是 2分之N 乘以N加1 再取一起平方 那这个公式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 这个4乘4的表格 它的每一格里面 都是它对应到的 行和列 所对应的 两个数字的成绩 也就是 我们可以先从 左上角开始 1乘以1 得到了1 我们也可以写成 1的三次方 接着来看到 2加4加2 它的总和是8 我们可以写成 2的三次 接着来看到 3加6加9加6加9加6加3 等于27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3的三次方 再来 4加8加12加16 再加12加8加4 它等于64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成4的三次方 那么借由 那么借由以上的表格的16个黑体数字的总和 我们就可以用 括号 1加2加3加4 乘以括号 1加2加3加4来表示 而上面的等式 左边的16个数字的总和 我们也可以用 1的三次方 加2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加4的三次方 来表示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括号 1加2加3加4的平方 会等于1的三次方 加2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加4的三次方 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那我们来推广到 如果是n乘n的表格 利用同样的做法 从左上角开始 1乘以1 一样是1的三次 而在2乘以2的方格里 也得到了2的三次 接着来看到 3乘3的方格里 得到了3的三次 以及在4乘4的方格里 得到了4的三次 那我们来看到 在n乘n的最下列 与最右列的总和 也就是n加2n加3n 一直加到了n平方 再加回n乘以n-1 一直再加回到n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n提出来 乘以括号里 就会是1加2加3 一直加到n 再从n加n-1 再加回到1 那就可以得到 那就可以得到 这是n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个n乘n的表格里 这其中的 黑体数字的总和 可以表示成 括号 1加2加3加3加4 一直加到n 再乘以1加2加3加4 再一直称到n 而利用上面的列式中 其左边的部分 有n平方格数字的总和 也可以表示成 1的三次方加2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了n的三次方 来表示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括号 1加2加3加4 一直加到n的平方 会等于1的三次方 加2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n的三次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推论 1的三次方加2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n的三次方 就会等于括号 1加2加3 一直加到n 再乘以括号 1加2加3 一直加到n 也就是利用等差级数 求和 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 再乘以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 也就得到了最后的公式 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 再整个平方 那么以上的这四个 sigma求和公式 都是我们经常使用到的 同学一定要熟记哦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